讲完了会计基本假设 我们进入第二组关键的理论知识点 叫全则发生制和收复实现制的对比 全则发生制与收复实现制 它这个称之为会计核算基础 什么叫做全则发生制 什么叫做收复实现制 我们在这儿呢 通过一个简单的例题 把它展开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公司呢租了一栋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呢 它的租金呢 是一个季度结一丝账 一个季度撒月 在1月1号 我们预付了第一季度的租金300万 什么叫做全则发生制呢 全则发生制的观点是 当我们在认定各期的收入 各期的费用时 是根据他该不该是这一期来定 跟他在这一期是不是给钱了 收钱了没有关系 那像刚才这个说你预付了办公楼的一个季度的租金300万 那你租的可是仨月 每个月是不是都有份啊 每个月是不是都得负担这个租金费啊 没错 全则发生制的观点是 月月都得承担 这样的话呢 每个月是多少啊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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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分摊费用的观点 叫应计制 他认定收入和费用 是按照他该不该属于本期来归属认定 跟他这个钱是否在本期收了 是否在本期付了 没有关系 这就叫全则发生制 你看这个钱是在一月份给的 对吧 但是他在认定费用时 不是说都算在一月份头上 是根据他理解上 应该每个月都有份 每个月承担的就是一百 是这么一个思路 这叫全则发生 什么叫收复实现 所谓收复实现 标准就一个 那就说我在认定收入 我在认定费用 我只看一个指标 你是不是当期收到钱了 当期收到钱了就是收入 当期付了钱了就是费用 当期没收钱 没付钱 那就没有收入和费用 你看这个观点多么简单 但这个观点明显不太很严谨 你想想是不是 不是特别严谨 按照这个观点 一月份多少 付了三百是吧 好 那就一月份有费用三百 二三月份给没给钱 没给钱 那就是零 这种观点叫收复实现制 这有一个问题啊 哪个制度更严谨 当然是全则发生制更严谨 也更加符合逻辑 收复实现制显然简单粗暴 不是非常严谨 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为什么还要用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比方说呢 我们这个企业啊 人家用的都是全则发生制 那你干嘛 还要说个收复实现制 难道在企业里面 有些情况下 还要用收复实现制吗 没错 比如说 这也不是预付租金 也没这么多钱 预付报刊费三块钱 我问你啊 报刊费预付三块钱 一个季度的 这一个月合一块钱 你说这点钱 我们值当的按全则发生制分摊吗 显然是不值当的 你忙活半天 那个票钱都比那一块钱要贵的多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的 这个叫性价比的问题 这个信息有的值当提供 有的不值当的费从不大进 像刚才说的什么预付的报刊费三块钱 你就没必要 也没有 怎么说呢 从成本效益来讲 你就不应该用什么全则发生制来负担 这时候呢 用收复实现制显得更加符合实际 三块钱嘛 直接在一月份负担 做三块钱的报刊费就行了 二三月份没花钱 就没有费用 多简单 而且比较符合我们说的这个性价比的原则 这就说明呢 在企业里面 真正要出现收复实现制 一定是一个原因 就这个信息 不知道的费劲了 简化用收复实现制 来解释一下 企业的确认计量报告 应当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那就说从企业角度来说呢 它指认全则发生制为它的核心核算基础 在企业角度来说 必须符合我们该不该是这一期的收入和费用 以此标准锁定它的费用和收入的归属 具体来说 全则发生制要求 凡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 当期已经发生或负担的费用 无论款项是否收付 都要做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记住例如表 凡不是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在当期收了钱了付了钱了 也不能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这个词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表示 叫应记制 什么叫应记制呢 所谓应记制就是按该不该是这期来定 多简单 该是这期的就是这期 不该是这期的就不是这期 这是它的权责匹配的核心观点 叫应记制 什么叫做收付实现制 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为标志 确定本期的收和本期的费的一个核算基础 这里面有个问题 它这个现金说的是广义的广义的 这个广义的到底个怎么广法 我们一般说的广义现金是货币资金的意思 那就说银行存款也算广义现金 懂我的意思吧 那就说呢 我只要是这个权责发生制的对应 就是收付实现制 是以现金是不是在当期的收付 这里面现金包括银行存款啊 为标志认定本期的收入和本期的支出 这种观点我们刚才说了 不是在逻辑上特别到位 但它简单 当你的信息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你可以简化使用收付实现制 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 收付实现制的应用体现了重要性原则 收付实现制的应用体现了重要性原则 因为这个信息不重要吗 所以说呢 可以简化采用收付实现制 对了 有一个问题呢 还得提醒大家 我们这说的是企业 还有个政府会计呢 政府会计 我们在讲解会计师的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会有一章 讲的是政府会计 政府会计里面分为 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 这个预算会计就是原来最早的那个预算会计 它执行的那个是收付实现制 为它的核算基础 这个呢 后面再详细说 在这儿呢 你就先知道以上 我们企业的关键的核算基础是全则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在企业来讲 只是说信息不太重要 采取的简化的一个核算基础 好了 这是咱们说的 有关关键理论的第二个部分 再来看第三个部分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可以把它称会计处理原则 或者叫一般原则 一般的会计原则 这个原则把控的是什么呢 把控的是会计信息质量是否达标的一些口径和尺度 你从它的字面意思来说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 意思是会计信息在达到哪些质量标准时才是合格的一些标准 几个 八个标准 来来来看一下 所谓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的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出的基本要求 是使得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对投资者等信息使用人决策有用应该具备的几个特征 这些特征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是信息质量达标的几个标准 第一个叫什么 可靠性 可靠性简称真实性 后面会专门展开 真实性是这八性里面最最基础的 相关性也叫有用性 可理解性 可比性 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 这八性没什么可说的 在这你就先知道它是干嘛的 它是信息质量达标的八个尺度 八个标准 在这我们逐一进行展示 先说头一个 可靠性 可靠性简称真实性 真实性 什么意思 就这事儿得是真的 而且你在描述反映这件事的过程中 要让它的真实性保持原汁原味 不让它的真实性出现削减 可靠性是整个信息的生命 如果一个信息是假的 那它说的天花烂坠也是没用的 来我们解释一下 可靠性要求起应当以实际发生 的交易事项作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如实反映符合确认计量要求的各项要素 以及相关信息 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 这个真实性怎么才能做到 我再重复一遍要做到两条卡住 第一 首先这件事必须得是真的 第二个 描述这件事的过程要保持真实性不大折扣 使其真实性可以做到原汁原味的描述和反应 这是可靠性要求的两个标准两个尺度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非常简单 但是在这呢 我举一个不真实的例子 来体验一下可靠性的重要性 比方说呢 我们原来在90年代 这个学校的财务呢 在报销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师得了感冒 报销单子的话呢 写的是45块钱 那时候一个感冒好像两三块钱就可以搞得定 所以说呢 那个财务就发现这张票有问题 来看一眼 他的票是这么造的 那个时候开票的话呢 是三联 一二三 报销用的是中间这点 然后再开票的话呢 他是正面和背面都垫一个叫复写纸 大家上过小学 都知道复写纸是咋回事 这个复写纸垫上之后的话呢 你在这开 印下来之后会出现什么后果 中间这一连啊 是正面背面都能印出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 这个人在报销的时候呢 中间这一连 他这个五 上下左右都能印出来 就是这个四 明显的是背后印出来 正面没印出来 什么意思呢 就这哥们的话呢 他报销是为了多报销 他本身在写这个四的时候呢 他底下垫了个复写纸 他忘了上头没垫 上头应该垫 他没垫 对 他上面写这个四啊 然后呢 垫的时候的话呢 他是背面垫了 这个四透过去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复写纸一看 哎呦 看见没有 那个四的背面有正面没有 那个五正面背面都有 所以说很明显 他是自个描上去的 这就是典型的造假 当时的话呢 这件事当做我们学校的一个反面典型 进行全校的这个警告 就是这样做不好 你这个那个感冒怎么弄得好像要做心脏病手术似的 因为那时候看个病的话呢 感冒也就是一两块钱的事 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 这就是典型的事是假的 大家也可能说是事是真的 但是描述的过程是变成假的了 违反了可靠性 典型的造假 第二个相关性 这个相关性有一个别称叫有用性 什么叫有用呢 你还记着我们刚才说过 那个财务会计的使用人没有 财务会计的信息使用人 有四个外人一个内人 那么在这呢 四个外人是谁 投资人 债权人 政府管理部门 潜在的投资人 债权人 这是四个外人 内人呢 是内部的经营管理者 我们要求这个信息提供给这四个外人 一个内人 要做到什么 不偏不倚 中性满足 也就是说对这四个外人 对这一个内人 都是一般的中性满足 在这儿 所谓的满足 就是满足它有用 相关性简称 对这四个外人 一个内人得有用 得有价值 但是再次强调 他这儿所说的有用 必须是一般的有用 不能说是专项特定有用 解释一声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信息 应该给投资者等财报使用人的经营决策需求相关 这里面我再强调一遍 这里面我再强调一遍 他这儿所说的财务信息使用人就是以他为代表的 到底是几个人 几个 四个外人 一个内人 对他们得有用 有助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人对过去 现在 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和预测 相关性应当以可靠性为基础 那就说会计信息应当在可靠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做到相关满足投资人等相关信息使用人的决策需求 但是要注意 我们这儿的满足是一般的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满足 而不是专项特定满足某一方的这么一个满足 这点一定要注意 第三个叫可理解性 什么叫可理解性呢 就是你的信息得让别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的信息得让别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可理解性怎么才能做到 在这儿要求做到两条 请看题板 可理解性要想做到 第一个 你的信息表达要完整 就是该说的信息要说全 不能够丢三落四 第二个 你的表达方式要让别人看得懂 不能够让别人产生误解 在这儿呢 这是它的可理解性的要求 很简单 要求企业提供的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以便投资人等财务报告信息使用人的理解和使用 在这儿呢 我举一个不可理解的信息 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反面典型来理解一下 看题板 国内有一家著名的上市公司叫张思导 据说现在应该已经退市了 这家公司造假造的猖狂到什么程度呢 它这家公司是生产扇贝的 扇贝是不是在海里头一样啊 没错 然后呢 比方说某一年 它这个生意不太好 但是这个亏损的事呢 它得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让投资人得理解它 你知道它造了个什么理由呢 它说 他们家养的这个扇贝啊 跑了 就是迁移了 离开了它的 这个养它 生它的那片海底 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呢 这家公司为了去 圆它这个谎 它专门在它的公司网站上 写了一篇有关什么科学的科普文章 叫扇贝会迁徙 或者说扇贝会 会跑 扇贝觉得在这吃的不好 住的不好 心情不好 然后它就跑了 然后呢 它就说 它这家扇贝养的扇贝全跑了 跑的话呢 于是它对他们家的存货 因为扇贝是它的商品嘛 进行大量的检质集体 于是呢 那年的报告特别的难看 亏损的非常严重 但是投资人的话呢 你也没法到海里去检查 你只能理解它 哦 扇贝跑了 所以说今天亏了 挺理解的 这事就圆过去了吧 到第二年 它这公司要发股票 发股票呢 发股票都希望这股价怎么样 往上走 这样的话呢 它能拿到更多的钱 于是呢 它又开始造假 怎么造呢 它就告诉这个投资人 就我们家那个扇贝啊 就去年跑的那波 它忽伤忽伤忽伤 它又回来了 然后呢 它这个股价蹭就上去了 你看人家 人家发的股票 这个说让它上就让它上 说让它跌就让它跌 完全是依据它所编造的扇贝 到底是跑了呢 还是回了 这个信息就是典型的不可理解 你要这样玩的话呢 我们这个公司的信息 还有什么让人理解的地方 没法理解 这扇贝的话呢 好像是植入了AI电脑 想让它跑就让它跑 想让它回就让它回 这是典型的造假 在这儿呢 它也可以说违反了可理解性 因为它提供的信息让别人看不懂 你稍微有点这个生理常识的话呢 都知道 这个扇贝好像不会听人的指示 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吧 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呢 这是典型的造假 也是违反了可理解性 第四 科比性 什么叫做科比性 这个大家要注意 科比性的核心意思 叫信息口径保持一致 你比方说 咱们国家光上市公司得有2000多家 2700多家吧 有退市的 那么这么多的上市公司 它每年的四五月份 要公布它的上年年报 这个上市公司各行各业的都有 我们作为投资人 我们想买这家股票啊 或者这家债券呢 你去比较一下谁的质量更高 你靠什么比较 是不是得看它的年报啊 对 年报的话呢 我们分析它的年报 经过它的横向对比 就是同一个年份 不同期的对比 再根据它的同一个企业 不同年份的纵向对比 来发现这家公司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质量高不高啊 趋势怎么样啊 你所有这一切有个前提 就是这家的上市公司 所有的公司的年报 包括它历年的报告 以及和其他上市公司的年报 应当口径保持一致 如果口径不一致的话呢 你的信息的比较是没法参照的 可以说呢 信息的口径一致 是你比较利用加工信息的 一个基本前提 这就是可比性要求 可比性要求几个层次的可比呢 看一下 要求企业提供的信息 应当具有可比性 要求如下标准 第一个是同一企业 不同期的可比 同一个企业 不同期的可比 这叫什么 纵向可比 简单说呢 就是A公司 今年跟去年 去年跟前年 前年跟大些年 大些年跟大的前年的信息 要保持口径一致 怎么才能做到纵向可比 很简单的 就是今年你用什么样的政策 明年还用什么样的政策 不要来回改 比方说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方法 有两款 一种叫权益法 一种叫成本法 这两种方法 可以说呢 差异非常非常大 权益法呢 他把投资理解为 我这个投资 是在被投资方拥有的净私产量 那么他的价值会随着被投资方的净私产的波动而波动 对方挣钱 我挣钱 对方亏钱 我亏钱 这是权益法的思路 成本法呢 就把这个长期股权投资想象成 它是个普通的私产 我今天买他花了三百万 他跟我在对方占多少净私产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方盈亏跟我没关系 但是对方跟我分红的话呢 我把它理解为这是我的投资收益 这是成本法的思路 可以说呢 这两个方法差异非常非常非常大 那在这儿的话呢 你对这个投资 你今年用成本法 你明年还得用成本法 不然这个数据没法对查 你不能说今年是权益 明年成本 后年又改成权益 你这数据根本就对不上 在这儿呢 这是典型的纵向可比的要求 所以说呢 所谓的纵向可比 就是你的会计政策 今年用什么政策 明年后年保持唯一的标准 不要来回动 就这一次 那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啊 你说不让动 我们有一张叫会计政策变更 是咋回事 我们专门有一张叫会计政策变更 你刚才说了 说不让动对吧 保持纵向可比 政策不要动 那干嘛还有一张叫会计政策变更 难道这个违反了可比性吗 不不不不 不是 会计政策我们说了 一般情况下不让动 但是如果说呢 官方强制逆改 或者说呢 发现原来的会计政策 不太很严谨 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政策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替的 那你说这样做 难道它没有违反可比性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 看着啊 比方说我们08年1月1号投资的 一直用的是成本反 然后在2010年的1月1号 说这个改了啊 改成权益反了 长头改成权益反了 你知道这个政策变更怎么改吗 他要求从根上开始 把这段时间 曾经的成本法追溯为权益法 这样一追之后 使得后续的权益法和前面的权益法 能够无缝对接在一块 也就是说呢 你的确曾经用的是成本法 对吧 你看你在这改成权益法了 你得干嘛呢 你得把曾经的旧的那个政策 改成新政策 这样的话呢 才能和后期政策保持前后一致 这叫追溯 由于我们的政策变更 绝大部分都是要求在能追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追溯 所以说呢 政策变更 不会所谓的违反可比性 它恰恰体现了追溯调整 遵循的就是可比性 OK 就是咱们说的第一个啊 第二个同一期间内 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可比 这是啥意思 就像我刚才说呢 A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 他们各行各业都有 那么它在同一个年份里面 2022年你出去的这个年报 你们得具有信息的可比性 怎么才能做到不同行业的企业 让它的信息可比呢 很简单 咱们都用统一的一套准则 就是企业会计准则 目前我们觉得企业会计准则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准则 42个具体准则 只要你是企业 都得用这一套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一组标准 这样的话呢 你的口径方可做到 所谓的横向可比 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它这个关键的考点集中在 可比性的这个原则的使用方向 这块 我们刚才说了那八个准则 八个算是 快递信息质量要求原则 现在讲到了几个了 你看可靠性 这个相关性 可理解性 可比性 对吧 在这应该是第四个了吧 对 目前来讲 第四个是最容易考到的一个 它的主要的设施风格 就是测试 我在实践中 哪些事 体现了可比性的考虑 哪些事这样做 遵循了可比性 那么这样做的话呢 有没有违反可比性的遥 要找出它违反的案例 这种理论跟实物的衔接匹配 是关键的考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 首先什么叫做实质 所谓的实质指的是经济实质 也就是所谓的会计观点 会计上怎么看这个事 所谓的形式 是说的法律上的观点 或者叫法律形式 在这儿呢 他想说什么呢 很多的会计友 在会计观点和法律观点上 他的观点结论是不一样的 出现两种观点的矛盾 你听谁的 这个时候实质重于形式 为我们的指明了方向 得听会计的 不要听法律形式的 在这儿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 A公司持有B公司 80%的股份 A公司持有C公司 90%的股份 这里面首先说 ABC 他们仨分别是法人 而且分别同时是会计主体 由于他们存在 投资控股关系 ABC构成一个 更大的经济联合体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集团 这个企业集团 我们刚才强调过 它是会计主体 但它不是法人 集团是会计主体 但它不是法人 这就刚才说的 集团 会计上认为它是个主体 法律上认为它不是个主体 但是我们集团要编制 合并会计报表 集团站在它的空间范围内 站在集团角度 编制集团的整体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写 就是把集团当作主体来看待 显然这样干 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但会计上就这么干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典型的实质重于形式 这时候多了 再举个例子 来我们看这段案例 3月1号 A卖商品给B 它的卖价是100 约定5个月后 按照120往回买 这就是典型的售后回购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售后回购这件事 在整个的行为过程中 它是几笔买卖 法律上 也就是税法的观点是 这是两笔交易 在这儿 A卖个B 卖价100 在这儿 就是过了五个月 这不81号吗 然后呢 按照当时说好的 报价就是120 再往回买 往回买相当于是 B再把商品 卖回给A 按照120卖回 这就是所谓的售后回购 税法的观点 这是两笔交易 在这儿 是B卖给A 在这儿 是A卖给B 开票 开两张票 这是说的售后回购的法律观点 但是从会计观点上来看 这个根本不是交易 因为按照会计的观点呢 说你把商品卖给B 商品的关键的控制权 就应该转移给B 那你转移给B了 为什么还得五个月后 B不能卖给别人 只能卖回给A 这说明商品的关键控制变卖权 并没有转移给买方 因此呢 在当初3月1号交易商品时 这个买卖并没有成立 那它算什么行为啊 这不是买卖 那算什么 这是拿商品作为抵押品 从B公司那儿借了多少钱 借了100万 五个月后还多少钱 还120 负担多少利息费 20万的利息费 这是他理解的有本质 你看这不就差别了吗 会计上说了 它是一个拿商品作为抵押 借100还120 负担20万利息费的过程 税法说了 这是两笔交易 当初3月1号 A把商品卖给B 卖价是100 8月1号 B把商品再卖给A 卖价是120 这是税法的观点 这就是观点差别 非常明显 所以说呢 对实质中一形式 一定要听懂它的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 实质中一形式 通俗的说法就是 当会计观点 当法律观点 出现冲突矛盾时 听谁的 听会计的 这就是实质中一形式 时间里面最常见的 像合并报表的编写 还有什么 售后回购的处理 还有啥 分期收款卖商品 等等这些 我们以后再展开 这个呢 一定要对这个原则的实物应用案例 要有一个充分的理解 和它的掌握 这是后话啊 我们后面会重点提示这个问题 再看第六个叫重要性 重要性是什么 重要性的观点非常简单 就是抓重点的意思 抓重点呢 这有一个问题的关键是 你凭什么说它是重要的 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在这我们先看这个意思 会计业务的处理要抓重点 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信息 应当描述它的财务状况 经成果现金流量 对重要的交易事项 要认真的严谨的 一丝不苟的反应 对不重要的信息和事项 怎么着 要简化省略甚至不反应 那么重要程度 到底是怎么判定的 就是说什么情况下 认为它是重要的 要求符合如下条件之一 定为重要 第一个是金额规模 到一定程度 它是重要信息 这句话的潜台词呢 这个指标本身不重要 但是它的金额 到一定程度会升值为重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业务招待费 业务招待费简称吃吃喝喝费 这是管理费用 一个很小的二级明细 你从它这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来看 根本都排不上号 但是吃到一种境界 就会升值为重要信息 比方说 我是总经理 大家是股东啊 请我当总经理 我管理个企业 我请一个客户吃饭 这一顿干了一百万 一顿干了一百万 而且这买卖还没弹成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指标瞬间就暴涨为重要信息 所有的股东都急了 你看你花了这么多钱 这买卖还没成 请问你是怎么花的 当时花的话 你心里面不颤抖吗 你难道不愧吗 你得给我们单独的股东 开一个工作报告会议 来解释一下 这顿饭你怎么吃的 这个信息就会升格为重要信息 第二个 这个指标本身天生重要 比方说净利润 这个净利指标注意啊 跟金额大小没有关系 甚至金额越小 越是重要 比方说在座股东 每个人呢 我出了一大笔钱 咱们组的公司 总共投资一百个亿 然后让我当总经理 我忙活了整整一年 挣多少钱呢 挣了一块钱 那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就疯了 要求我再次做出一个重要的工作报告 你是如何费尽巴拉 用一百个亿挣一块钱的 这个信息就会呢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重要性的信息的标准 是要根据它的两个尺度来定 有的信息呢 本身不重要 但是金额到底定规模就是重要的 有的话呢 天生重要 跟金额大小没关系 实践中的案例非常多 像中报没有年报那么详细 存货盘营固定死产盘营的差异对比 存货盘营属于收发计量差错所致 小毛病 直接在当期充减管理费用 而固定死产盘营属于大错 这个呢说明你的内控出现了严重问题 要做追溯重述的 严格的追溯调整 这种情况下 差异的对比是因为 他们本身事件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你们单位盘营出一根钢筋来 和盘营出一栋楼来 哪一个事更重要 楼啊 盘营出一栋楼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盘营固定死产就会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它是严谨的按照追溯调整法 进行所谓的追溯认定 这个呢 对事物案例要听懂 第七是谨慎性 谨慎性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呢 就是胆子要小一些 通俗说法是对可能的资产 可能的收益是不确认的 但是对可能的负债 可能的费用 要达到规定标准 做正式的负债和费用认定 这就属于一松一紧 对资产和收益是不确认 就是可能的 对负债和费用达到很可能 就要做正式的负债和费用确定 这样做可以让信息更加挤掉水分 变得更扎实一些 来读一声 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事项 确认计量报告 保持职业的应有谨慎 不应当高估资产或收益 低估负债或费用 实践中的案例 像资产提减值 我们知道提减值 像应收提坏账 应收账款 对可能收不回的 即提坏账 这是典型的谨慎考虑 因为毕竟的话 他这个应收还没有烂辞识 他只是看着他好像还不了账 然后你预估出可能会烂多少 提前做损失的预计 这种未予筹谋的损失预计 就是对可能的未来损失 做提前预计 提前谨慎 当然这个资产提减值 不光是应收 多了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商誉 还有什么 生产性生物资产 尤其资产 这是资产简值准色 所说的七个资产提减值 还有别的 有 存货 债钱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都会提减值 所有资产简值提取 都是体现出 谨慎的一个思路和考量 加速折旧法 也是谨慎考虑 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 这个三角形的结构 是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 它这个折旧态势 由大到小 越来越小 这个曲线的是 直线折旧的样子 直线的话 它是匀速的往前推 每年都一样 你会发现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和长方形的这个面积 它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 加速折旧和直线法折旧 总量提取额是一样的 但显然它们俩的排列规律 是不一样的 加速折旧是先多后少 呈地价态势 而直线折旧是匀速排 每年都一样 为什么说加速折旧体现谨慎呢 你看 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无形损耗 什么叫无形损耗 所谓无形损耗就是技术淘汰 技术淘汰的话 就是这个设备必须要全扔掉 在这种情况下 无形损耗发生时 加速折旧报废的价值只有这么点 而直线折旧报废的是这么多 看见没有 这么多 显然当出现无形损耗时 加速折旧可以让损失降到最低 相对直线折旧来说 直线折旧会把损失做的 要比加速大得多 体现出谨慎考虑 实践中的案例 我们主要说到了体检值和加速折旧 这块后面还会做延伸 再看第八个 叫即时性 即时性就是一个字快 英文叫quickly 他这个即时性说的是 加工信息要快 收集信息要快 传递信息更要快 那么信息的生命 除了刚才的真实性之外 还有一个生命叫时效性 你这个报告的话 刚出炉是最有价值的 如果说你拿这个公司 什么前年的报告 大前年的报告 那都是废纸了 没什么意 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意义来认定 在这儿呢 信息的另外一个即时的属性 是它的本质的一个核心特征 信息如果是旧的 就几乎没有什么降值 即时性要求企业对已经发生的事项 应当即时的确认 计量报告 不得提前或延后 这说的是即时性 快的意思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有关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八个原则的理论含义 全部说完 稍待着提了一下 它的实物的应用案例 这些呢 是构成一般原则的核心知识点 有关系的核心知识点